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111年后山文学奖扩大全国增见,吸引了500件的作品参赛 经过了20位专家评审历时一个月的讨论 选拔出了新诗、散文、短篇小说、小品文类等60位的得奖者 并且在这个周末假期进行了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台东生活美学馆感谢所有参加的作者 也希望透过每年的增见,让花东文学可以更有深度、更加的精彩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举办的后山文学奖,今年扩大向全国增见 让来自各地的作者,以他们的观点和文笔,写出对花东的情感 我们这次最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全国 全国来生,那这个是考验完蛋 今天有来,有的因为有事不能来 我们都非常感谢,还有后面的我们得奖者 或者是没有来参加的得奖者 包括市长、包括家长、包括亲友 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对花山文学奖的热烈参与 那没有得奖的,我们也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毕竟每一篇都是你自己对花东的一些体验 不管人文、不管地性、不管一些技艺、不管你的想法等等 那这个总是你把它写出来 非常感谢 今年共有来自全国近500件的作品参赛 经过20位专业评审,历经一个月讨论 选拔出新诗、散文、短篇小说、小品文类等 60位的得奖者,星期六举行颁奖典礼 得奖者也分享了参赛感言 主要想传达客语的韵律和和谐优美 那我想要颠覆读者对于客家的既定印象 然后把客家语融合诗词 碰撞出新的火花 那期待台湾的语言文学 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更多不同的形态 也希望读者们能够了解台东自然景观的美 和客语的有气之处 那期许未来我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 然后不论是诗或散文 都希望可以感动读者 让读者体会到客家文学 以及语言带来的美好 台东生活美学馆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厚山文学奖 不只推展文学创作 也要让更多人透过文字 认识花莲台东的美好 借旅会幻视报导 观看